2014年选秀恩彼得为何只是叹花,榜面被高估,状怨无争议北京时间10月1日训,今日是2018-2019赛季,NBA期前赛第三比赛日,这意味着常规赛也马上要开始了,新的赛季西部战况预演激烈,而东部却竞争减少,台尔特人虽然一家独大,但是猛龙和76人却也不可低估,76人的当家球星恩彼得。 更是在这两个赛季表现出色,越来越有巨星的风范,能力出色,成为76人的中流砥柱,那么为什么恩彼得在2014年的选秀之中,只获得了叹花秀呢? 他本来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极强的能力,其实2014年的新秀之中并不缺少人才,像兰德尔,卡佩拉,阿龙戈登,拉文,司马特,胡德,凯尔安德森等人也表现不错,排在恩彼得前面的榜眼甲巴里帕克虽然没有打出榜眼的表现,但是也没有太让人失望, 而状元安德鲁维金斯表现,也配得上他自己的顺位,为什么说无争议呢? 相比于以上球员恩彼得高出一截,如果重选的话恩彼得,当选状元毫无疑问,这就要说到当年选秀时的情况了。 当年的恩彼得,本来是状元的大热人选,1994年出生的他本来最初是踢足球和打排球,后来才转战篮球,2014年6月21日,乔尔恩彼得接受了右脚硬力性骨折的手术,整个恢复过程预计持续4到6个月,直接导致了他选秀顺位的下滑至第一轮第三位,乔尔恩彼得在2014年NBA选秀,以第一轮轮,第三顺位 被费成76人队选中,他甚至未能亲自参加选秀大会,自己是看着电视机转播,才知道自己被76人选中的,2015年8月20日,76人队宣布乔尔恩彼得,已成功接受了脚步足卓骨移植手术,恢复7月5到8个月,连续第二个赛季宣布赛季报销,所以恩彼得真正开始打球,是从2016到2017赛季开始, 而现在才打了两个赛季,恩彼得在2016到2017赛季,变场均砍下20.23分7.8篮板2.1助攻,奠定了其在76人的领袖地位,在2017到2018赛季,他更是场均砍下22.9分11篮板3.2助攻,经验联盟,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,恩彼得极有可能,成为下一个巨星级的球员, 而在2014一届的选秀球员中,他一支独秀,总而言之,恩彼得是因为自己的伤病而丢了状元的位置,确实,一个球员的健康情况,值得人们去考量, 而维金斯在上赛季场均获得17.8分2.0篮板2.0助攻,四年职业生涯场均拿到18.8分4.1篮板2.1助攻,面对极战力,克里夫满骑士队选择了更加健康的维金斯, 不过后来用他交易来了乐福,如果当年恩彼得不伤,其实选择的是恩彼得,那么后来就有了詹姆斯加欧文加恩彼得的组合, 也就不会有今天詹姆斯在胡人首秀的场景出现了,只能说一切造话弄人。